古人金刚经持艳路往生净土片之 二十八往生净土之化人诵经 孙大千明朝人自幼聪明敏锐 十二岁时跟随父亲静无居室奉弥陀四十八愿 到云期受持五戒返家后断除荤腥鱼肉 禀绝交由从此沉默寡言 一心念佛 不惜生命 精勤不屑 逝取金台 非要得到上品往生不可 没有多久 他看到二位比丘手持莲花前来 叫他送金刚经一天一夜 大千忽然坐起来说 阿弥陀佛极观世音菩萨都来迎接我 大千首节金刚全印 大声念阿弥陀佛数声 端坐而圆寂 这是万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事 大千并有净土十二十歌传世 详见吴太史牺牲传中 牺牲传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